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酬自然也很高 不然哪能买到人卖命呢 在如今 动荡不安的地方称执着雇佣兵的声音 如叙利亚 伊拉克 阿富汗等国 这些职业杀手吃着战争饭 只要抽价够高 他们就可以受复于任何人 枪口也可以对准任何人 只要有人愿意付钱给我 我就会替他卖命 我不知道什么是错 我可以替里根向老 同样可以为卡扎菲卖命 现实中比较有名的黑手公司 就是美国著名的雇佣兵和保安公司 由全世界最好的特种部队 海豹退居队的几名退役军人组建 内部成员几乎来自全球各地 全部拥有服役经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几乎各个都是杀人兵器 雇佣兵的高收入已产生很多问题 大量特种兵为的钱 分分退役加入雇佣兵或者保安公司 导致美军特种部队荣采大量流失 这些特种兵精通对种战略技巧 熟练掌握各种装备 出色的外语水平和实证经验 不能让他们在战略中肆意行动 因此美军特种部队 就成为许多保安公司给予的对象 美军现军人的待遇已经相当不错 他们有可观的收入外 在住房子女就学和社会福利等方面 都有特殊的友会 但这仍然无法与高利经营的保安行业相提并论 在这种金钱智商的心理作用影响下 加入黑手公司飞样的保安公司 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这样的雇佣兵 你们怎么看呢